动作不断 美日双航母刚在南海炫耀武力不久 又向东海派出两艘准航母 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消息称 美日两艘准航母于11月3日 在东海开展了联合演练 这是美日战舰近期在中国周边 频繁炫耀武力的最新举动 根据此前美媒的报道 美日还曾于10月下旬 向南海出动双航母进行训练 美国太平良舰队老调重弹宣称 美利坚号正在美国第七舰队辖区执行任务 以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国的互操作性 并作为一支随时待命的反应部队 以维护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一消息也得到了日本自卫队方面的印证 美国星朝旗报10月26日报道称 美国海军在10月25日表示 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当天与日本出云级航母加贺号 在南海海域开展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 卡尔文森号是首艘装备F-35C隐形战斗机 和CMV-22B运输机的美国航母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南海执行任务 按照计划 加贺号也将在不久后进行航母化改装 使其具备搭载F-35B战斗机的能力 中国军事专家张学峰表示 美日等域外国家打着自流开放的旗号 在南海炫耀武力 只会在南海制造激化矛盾 只会在南海制造紧张氛围 已成为该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谭克菲日前强调 特别国家口口声声支持自由开放 实则阿邦结伙对外施压 这是执迷于冷战思维 热衷于集团对抗的集中体现 与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